1990年在南加州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三年火灾 最严重的时候大概有五十几个地方同时起火 那其中呢有一个新闻报道讲到有一个人 他在他家的房子快要被火烧到的时候 正好有一辆消防车停在他家房子前面 他就去求那个消防队员把车上的水浇在他家的房子上面的房子烧起来 那消防队员说不行我做不到因为我们需要指挥官的命令 他说这个时候你们还这么官僚吗 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到 隔了几分钟呢传来对讲机传来命令 他说先生对不起你退后一步退后一步 然后车窗咬上然后呼呼车子就开走了 那车子还没从视线里面消失 这个一粒火星从烧焦的树上跳到这个人干透的屋顶上 然后整个房子就像一个大火把一样啪烧起来 然后一两个钟头之后移为平地 他就去告消防队告市政府 最后陪审团判消防队跟市政府胜诉 当记者问到这个小队长为什么他要这么做的时候 他理由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他不去救这个人的房子的时候 他回答说我有两个理由 在我们的指挥中心里面有一整面的雷达电视墙 然后在这个雷达电视墙上面 五十几个起火的地点全部都标示出来了 所以我的指挥官坐在指挥中心里面 他最知道我这一车水要浇在什么地方 对于消灭整场火灾最有帮助 所以在这一场大火里面 每一车水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我绝对不能够不听他的命令 随便乱叫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说 这一个我的指挥官 他是基层消防队员出身的 所以他知道灾民的哭求是怎么回事 我完全信任他的判断 我们每个人的资源其实都很有限 这个人要求你做这个 那个人要求你做那个 而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看到很多事情 觉得我们必须去做 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选择 不是因为单纯只是因为需要 只是因为呼声你就去做 而是要听到神对你的呼召 这个举办KRC的营会 最重要的目的 也就是让大家听到指挥官的命令 知道你自己的热情在哪里 你的呼召在哪里 你真正的才华在哪里 然后把我们有限的资源 用在神要你用的最重要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